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苗栗从清晨开始降下好大雨 包括了台湾厢跟南庄厢 都因为大雨落实不断 为了安全起见 紧急宣布停班停客 而在三湾厢 昨天晚上6点左右 三湾村五户民宅前的空地 因为大雨不断地冲刷 结果造成边波严重坍塌 坍塌面积大约有40公尺长 深约10公尺 从空中俯瞰 像是一个大坑洞一样 前方还有暴涨的溪水 画面相当惊险 民宅前发生坍塌意外 轰的一声巨响 便颇顺着土石滑落 露出一个大坑洞 就发生在家门口 不到三公尺的距离 吓坏了当地住户 就怕大雨下不停 土石松动 地基继续逃空 发生危险 前方还有暴涨的溪水 危机四伏 相公所赶紧拉起了封锁线 并连夜撤离附近住户 有家归不得 只好寄宿在清有家 台风外围环流 带来惊人雨量 苗栗县中港溪持续降下大豪雨 23号晚间6点多左右 临近中港溪的民宅前 老旧博侃不敌连日来的大雨冲刷 硬身倒塌 附近一共5户的民宅受到影响 从高空俯瞰 更出现了一个长约40公尺 深约10公尺的大坑洞 三万乡庄表示 目前已经发生了两次崩塌 就怕灾害继续扩大 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和住户 加强警戒 等到天气稳定一些后 就会尽速抢修 随着烟花台风远离台湾 下午北台湾风雨趋缓 不过上午台风最精进台湾时 适逢农历15 京北市淡水金色水岸 出现近年最大的满潮 渡船头河水暴涨 水漫当地知名的马街同向 吸引民众围观拍照 河水暴涨 气势滂沱 淡水金色海岸水漫过岸上 画面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是否农历15 加上烟花台风外回环流影像 淡水渡船头附近 遇上近几年最大满潮 24号上午10点多 当地地标马街同向偏周被淹了 水淹上来 深在人行道上都能看见生物踪迹 索性中午过后雨过天青 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下午雨是趋缓 水位虽然没有来到同向的头部 不过还是吸引不少民众 特地前来拍照 淹水结果大家紧张钥匙 我赶快出来看 淹到他的头 很可怜 他都要泡在水里 水都淹到这边了 刚好是满潮的时候比较会 虽然渐渐退潮 不过安全起见 警方仍拉起封锁线 同时提醒民众别靠近岸边 烟花台风过境 一夜大雨 索性没有传出民众伤亡 解除海亭 赵明杰请北采放报道 烟花台风带起外围环流 除了全台各地下起大雨 离岛也出现了海水淹过路面的景象 澎湖第二渔港每年农历八月左右会发生大潮 今年提早出现 加上烟花台风带来的强劲风势 使得港口边海浪整个漫过路面 民众行进这个地方得涉水而过 港口边海水淹上马路 一眼望去海面路面连成一片 民众骑车经过仿佛骑在水路上 澎湖第二渔港港口大淹水 居民习以为常 无奈表示是因为台风遇上大潮 才会出现这个景象 每年农历八月左右 这边都会大涨潮 没想到今年提早发生 加上烟花台风缓慢经过台湾外海 外围环流带来强劲的风势和雨势 更加剧了涨潮状况 最严重的时候 连民众家门口都是一片汪洋 民众赶紧将岸边的摩托车 迁回来路面停放 忙着用自来水冲洗车身 就怕海水的高盐分让车梁袖拾 海水淹上路面 不只住户大潭不方便 连渔船也增加了停靠风险 只希望政府出面处理 将路面垫高或是加设护栏 解决长久以来的淹水问题 记者澎湖综合报道 烟化台风逐渐远离台湾 气象局在今天早上11点半 解除了海上警报 不过台风的外围环流 仍然为北台湾带来了 非常强劲的雨势 截至到下午1点 新竹线武风箱累积雨量 来到345毫米 尖石箱也超过300毫米 气象专家彭启明表示 台风外围环流的裸雪雨带 进到了台湾上方 上午风雨才会特别感受明显的 直到午后逐渐缓和下来 另外提醒 25号开始 中南部要留意的是西南风 天气会变得不太稳定 下雨的时间会将近一个礼拜 海浪拍打上岸 激起超过3米浪高 受到台风环流影响 花莲岸边一连好几天 海浪拍打冲击 把河岛都阻塞了 相关单位紧急清淤 一早受到烟花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北台湾雨量更惊人 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 北部地区出现了相当明显的降雨 尤其在北部山区 受到台风的整个风场 以及地形举声的作用 降雨特别明显 24号截至下午1点 新竹线无风商 累积雨量达到345毫米 新竹线尖时商也有319毫米 气象专家彭启明在脸书发文 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螺旋雨带 进来台湾 因此一早北部雨势非常强 不过午后逐渐缓和 慢慢转偏西南风 25号开始中南部要留意 西南风将会有近一周 很容易出现下雨的情境 而北部中日开始转情回温 高温上看34到36度 在南部以及中部地区 从今天晚上之后要留意 降雨几率就会开始逐渐的提高 另外日本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地压 在23号晚间 升成为今年第8号台风尼泊特 对台湾战无直接影响 台风旺季天气不稳定 西南风将是接下来关注重点 这种报道